香港打算撥半億就震災菲律賓 這個成為了今天的頭髮新聞 我想首先在這裡說兩件事 第一,我就鼓勵大家捐錢 早先試,是好的 捐了自己開心 安心、開心、幫到人 好事來的,我強調這件事 我鼓勵大家捐錢的 第二,我絕對沒有選擇 你捐給誰?怎麼捐?何時捐? 先說這兩件事,先記住我說這兩件事 我絕對沒有說應該捐給誰先,誰優先 我沒有的 這宗新聞,資料庫 你的看法是怎樣? 這次政府其實都聰明了 你想想,之前四川的時候 大家記得捐少少錢上去 都被很多人質疑 直接給了政府,其實那些錢就不知道去了哪裏 這次他們都說是捐給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團體 等他們申請 這個基金 五千萬在那裏,等你們申請 不是直接給阿基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我不介意你捐錢 但為何這次大家不覺得 其實菲律賓貪污都可能很厲害 因為都知道,落了他 不知道會不會有多少會流出來 有時候覺得如果香港很多人有費用的話 你不如給你的費用吧 我不是開玩笑的 對我的答案來說 等於我們比較了解內地的情緒 我們比較理解哪個非牟利團體 能夠長期在內地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而不是不知道那些錢去哪裏 反過來,菲律賓哪個組織 比較熟悉當地的情況 可能每一個小區都不一樣 誰熟悉呢 當然是你家裡的菲律賓最熟 我們呢 你家裡的菲律賓大學畢業的 我想說 是有知識的人 所以你與其說自己去捐給那些組織 我剛才說過 我不介意你捐給誰 但我可能覺得 你如果要捐給那些費用 叫他自己 甚至乎你拿回他家 萬一他家人有事 他可能更加直接用到 還有沒有行政費用扣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更為有效的方法 我覺得如果用解困精神 我是會這樣想的 尤其是你剛才說完 說得好 菲律賓貪污 講比率 跟內地來計算 真的不知道誰比較厲害 其實我 我的信心就是 是頂多脈 分分鐘菲律賓贏 是嗎 你說比率 對 說人軍貪污額 對 人軍貪污額 當然不要輸 人軍貪污額 很難說 因為中國經濟起飛 是 大手大手的貪 可能不一樣 他是個人大手大手 因為他人多 對 充分淡 所以你說人軍貪污額 corruption per capita 對 那邊可能更厲害 可能那邊更厲害 不知道有沒有人比較 始終這個 海燕帶來的災害 是很質疑的 還有你昨天說 未有來出事 即是你現在看到那個 退換拜雅 是 疫症 未到疫症 疫症才這樣 我只是說 如果大家要捐錢的話 我沒有選擇捐給誰 你捐給誰 你想怎樣捐快 你想什麼時候捐 想現在捐 看清楚一點才捐 沒問題的 我也不是說 菲律賓人軍貪污程度很高 你就不要捐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剛才說了兩次 我只是說 你可以想想 有很多以往你不會的捐法 用那條渠道 你可能用那些方法捐 譬如你真的幫個 你當你出商量給菲律賓 現在有年底 你當出 bonus 給他 你可能也是捐這個 所以真的可以 我又覺得不需要捐錢 我只是這樣說 不要罵 捐錢不一定要給次元團體 你如果知道他家裡有事 你直接捐給他 你也是直接給到錢 那些受害者 而且你更熟 先不要管他敢不敢擊你 你如果要幫人 可能這個是最後的方法 你又要幫他 你為一個手